黑道风云 第28集 自从这次敲了老五的牙以后 这李四的名气更大了 成了当时这个团伙里名气仅次于赵红兵的人物 日后人们再提起赵红兵他们的时候 已经不再说赵红兵他们 而是说红兵李四他们 在赵红兵养伤期间 张月判了两年 在李四打完老五以后没几天 李扬来看赵红兵呢 那时赵红兵也快出院了 红兵 最近和高欢联系了吗 他们三个呀 整天在一起的女孩子 只有她没有考上大学 联系了 她最近过得很好 我也和她联系了 张月判了 知道吗 虽然李扬只和张月 出来吃过一顿饭 玩过一次 但是她很喜欢张月 这辈子 非张月不嫁了 知道 才两年 现在已经过去半年了 在看守所里 也算刑期的 再过一年半 也就出来了 我前几天去六间看她了 她现在过得很好 我出院后也去看看她 我真的很想她 那天还是我硬要她去自首的呢 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你没错 让她投案就对了 嗯 我出院了 就去看看 十天之后 赵红冰出院 第一件事 就是去六间 看了张月 据说 张月本来皮肤就白 在看守所的那段时间 她的皮肤又白了许多 没有血色 红冰 你来了 看样子 张月在监狱里过得很舒服 啊 来看看你 你 现在怎么样啊 前几天李洋 来看我时 说你出事了 后面 等我出去 哎 我们的事情 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 你在里边还好吧 没人欺负你吧 哈哈哈 我被欺负 哈哈 张月笑了 赵红冰也大笑了起来 他也知道 能欺负张月的人可能还没出声呢 我说 你在里边 也别再惹别的事了 好好改造 啊 虽然赵红冰也不是人们擅茬 但他显然比张月理智多了 总是苦口薄心的 劝张月别惹事 嗨 我不惹事 绝对服从党和政府的教育 过段时间 或许我还能弄个中队长当的呢 哦 那 助你升官 探监回来的赵红冰 对小北京说了一句话 现在我怎么看张月的眼睛 那么音质呢 正在认真练书法描红的小北京 头都没抬 说了一句话 哼 以前张月的眼睛就不音质吗 总之 1988年的上半年 是赵红冰过得最安逸的半年 在这半年里 他主要的两个仇人 都和他在表面上谈和了 他不用担心被人暗算 整天喝得晕晕乎乎 只等着高欢放暑假 要是生活永远这样安逸 就好了 据说老五住进医院的时候 黄老邪垫在鼻子下的石膏 刚刚拆掉 老五和黄老邪两人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啊 李老棍子 在老五的病房里说 这要是再继续打下去 唯出几条人命不可呀 黄老邪确实是被打服气了 巴不得快点停战 那大哥 你说怎么办呢 和他们谈吧 不打了 再打下去 两败俱伤啊 公安局 还得找上门来 这李老棍子 这个人绝对有杀人的胆子 但他只愿意为钱去杀人 他觉得和赵鸿军他们这样打下去 实在是没有必要 自从医院枪战以后 李老棍子就觉得赵鸿军他们的确不好对付 现在老五又被打成这样 李老棍子也有点怕了 黄老邪很无奈 哎 也只有这样了 那这样 老邪 你找个时间 约约约他们谈的吧 我 黄老邪一听让他去谈 吓都吓死了 他一想到要见赵鸿军和小北京 这两腿就打哆嗦 咱们这些人里 就你最有文化了 你不去 谁去啊 李老棍子 还给黄老邪戴了顶高帽 哎 黄老邪被说的挺高兴 真的 就就你他妈最最有文化了 李老棍子重复了一次 说的也是啊 我倒是有点文化 我去就我去吧 黄老邪最喜欢听别人说他有文化 一顶高帽被戴上 连小北京和赵鸿冰他都不怕 赵鸿冰听到李老棍子 要来找他谈和的消息 也挺高兴 毕竟近半年来 成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感觉实在不怎么样 而且他也算是在这连续多次的斗欧中 占足了便宜了 该报的仇也报了 该打的人也打了 停战 赵鸿冰现在求之不得 当天晚上 第六届群欧讨论会 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召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赵鸿冰这兄弟几个人 绝对算是有钱人了 赵鸿冰和小北京 经营的旅馆生意非常好 小季 费四 李四经营的废品回收生意 也相当的红火 孙大伟的租书店 收入也还可以 所以当时这哥几个 一吃饭 就是去当时全市最好的饭店 会议的主题是 第一 讨论当前敌我形势 第二 选出谈判代表 并确定谈判大方向 第三 总结对李老棍子的作战经验 刘海柱三扁瓜等人 也应邀列席会议并发言 首先 是对当前刑事的判断 第一 李老棍子方 已经伤残严重了 土豆被送到省城治疗 黄老邪现在出门 还需要主拐杖 老五刚刚入院不久 李老棍子虽然已经基本伤愈 但由于手下的大将重伤太多 目前已经无力组织反扑 第二 李老棍子方已经被打得身心疲惫了 毕竟已经连续打了小半年了 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 李老棍子恐怕也过得够了 而且 他手下的黄老邪和老五 也已经被我方彻底打服了 第三 我方的伤残情况 目前在紫月亮饭店门前受伤的赵鸿兵和小记 已经基本痊愈了 如果再次发生斗殴 我方可全员出战 第四 我方斗志昂扬 尤其是李四的医院阻击战 和招待所前对老五的偷袭 极大的鼓舞了我方的士气 总之 目前的形势对我方极其有利 虽然在开战之前 我方处于劣势 但由于作战方针得大 及刘海柱大哥的支援 我方目前已处于上风 其次是 选举谈判代表 选举谈判代表的要求是 能说会道 脸皮厚 一定不能是我方曾和对方发生过激烈冲突的人 以免在谈判中再次发生冲突 谈判的原则是 绝不赔偿对方的医药费 而且要李老棍子向小记道歉 经过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孙大伪罪合适 赵鸿兵说 大伪啊 咱们这些人里边 就你最能说了 孙大伪还挺谦虚 我说说还可以 但是申爷更能说呀 李四说 大伪啊 小申曾经毒打过黄老邪 还捅过老五 他不太合适 那实在不行 我就去吧 孙大伪其实最爱干这事 就是假装谦让一下 那天是冬至日 孙大伪把黄老邪约到了一家饺子馆 据说谈判的那个夜晚呢 天宫十分作命 下起了纷纷洋洋的大雪 给这场世纪之战平添了几分悲凉的色彩 雪夜中 一个孤单的背影 走向一家破旧的小饺子馆 路灯下 依稀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壮朔身躯的背影 他身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烟色风衣 足踏军钩穴 仅仅从背影看 这不是孙大伪 这分明是许文强啊 强哥 吱嘎一声 出租车杀住车 车门开了 从车厢里先伸出一根残疾人用的手杂 黄老邪到了 黄老邪 孙大伪 爱庄的人之间哪都有心灵感应 他俩见面后相视一笑 一起走进了那家饺子馆 雪花落在了孙大伪的身上 孙大伪轻轻的吹了吹 孙大伪吹的不是血 是雪 床外 雪停了 北风呼啸 破旧的饺子馆内熊熊的炉火燃烧着 黄老邪轻轻的 胆了胆身上的雪花 微笑的看着孙大伪 眼神很迷离 酒仰 老邪 孙大伪抱以同样迷人的微笑 其实啊 孙大伪一直想来两句文词 但一时实在想不起来 只能说出了干别的酒仰二字 服务员问 算你要吗 两个人异一口同声的说 不要 黄老邪轻声的说 吃蒜会有异味的 对 要喝什么酒呢 服务员又问 酒堂里 打的 没勾兑过的 圆江白酒 好 好酒 真正会喝酒的人 都只喝这个 1987年的 七十度 圆江白酒 爱庄的人 都爱喝这个 酒 是好酒 可是我不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 我能喝多少 黄老邪沉思着 看着杯里 浓稠的圆江说 嗯 我给你讲个典故吧 请说 有一匹小马 拖着一袋子食盐去赶集 路过一条大河 于是他问 正在河边的一条老水牛 水有多深 老水牛告诉他 水很浅 才没过膝盖 小马 尽以为真 正准备过河的时候 一只松鼠拦住了他 松鼠告诉小马说 哎呀 河水很深的 前几天 就有一个伙伴 被淹死了 小马不知道 该信谁的才好 于是决定回家问妈妈 回到家中啊 小马就把河边的经历 跟妈妈讲了 妈妈对小马说 孩子 河水有多深 你自己试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小马一言 又来到河边 这回他既不听老牛的忽悠 也不听松鼠的拳 而是小兮兮兮的 蹚过了河 结果 他发现河水 既不像老牛说的那么浅 也不像松鼠说的那么深 孙大伟微笑着 讲完了他的典故 也就是小学课文 小马过河 好故事 这个故事我好像在哪儿也听过 大伟啊 你说的对 我能喝多少不能听别人说 我要自己喝 孙大伟 我能喝的故事 我能喝一杯子 我能喝一杯子 我也想起了一个故事 他想出办法来了 乌鸦把小石子一个一个的咸来 放到瓶子里 瓶子的水渐渐升高了 乌鸦就喝着水了 看来黄老杰小学一年纪的时候 学艺成绩也不错 见孙大伟引经据点讲了小马过河 他灵机一动 想出了他所知不多的几个故事之一 乌鸦喝水 哦 你的意思是 当乌鸦喝不到水的时候 就想到了石子 假如你是乌鸦 多一个朋友 你就多一个石子 这尽管有些牵强 但黄老杰还是灵活运用了 乌鸦喝水这个典故 哦 对 对啊 以前我们之间的确有一些误会 但这没什么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嗯 你说的不错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但是你大哥开始扎了小技一刀 这个 土豆 现在在北京住院 老五的嘴也被砸碎了 李老哥也被砍了两刀 你黄大哥我 现在还主着拐呢 大伟你看 这仇抱得是不是差不多了 嗯 黄大哥 正所谓 冤有头 债有主 李老哥扎了小技一刀 事情总归由他而起啊 那你的意思是 嗯 好吧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小山羊和小鸡做朋友 小鸡请小山羊吃虫子 小山羊说 哎呀 谢谢你啊 我不吃虫子 小山羊和小猫做朋友 小猫就请小山羊吃鱼 小山羊说 哎呀 谢谢你啊 我不吃鱼 小山羊又和小狗做朋友 小狗请小山羊吃骨头 小山羊说 哎呀 谢谢你啊 我不吃骨头 小山羊和小牛做朋友 小牛请小山羊吃青草 小山羊说 哎呀 谢谢 小山羊和小牛一同吃起了青草 嗯 孙大伟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肯定比黄老杰学习要好 大伟 你的意思是 呃 我们想要什么可能你并不知道 我们想吃草 你们却给我们虫子小鱼和骨头 那你究竟 是想怎么样呢 让李老哥给小季赔个不是 既然我们以后都是朋友 赔个不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 如果不想给小季赔不是 也可以 怎么讲呢 那就继续打呗 孙大伟 孙大伟微笑了一下 哎呀 这个 我回去和李老哥商量一下吧 哎 我最后奉劝你一句啊 这也是一个典故 一只小猫和一只老猫一起去河边钓鱼 小猫在钓鱼的时候总是三心二意 一会儿去捉蜻蜓 一会儿去扑狐蝶 结果一条鱼也没钓上来 老猫就告诉他 做事情要一心一意 三心二意不会钓到鱼的 后来小猫啊 一心一意 果然就钓上了鱼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你们应该安心去做你们的古董生意 别总参合打架什么的破事了 否则将一事无成 看到没 孙大伟还会总结中心思想呢 虽然二人皆胸无点目 但是孙大伟连着说出了 小马过河 小山羊和小猫钓鱼三个点故 而黄老邪使得半天际 只说出了一个乌鸦喝水 这就是差距 孙大伟走了 微笑着走 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 走在昏黄的路灯下 他的内心忽然泛起一阵凄凉与孤寂 高手 总是寂寞的 孤独求败心中的寂寞 又有几人能解呢 在孙大伟和黄老邪谈判过后的一个星期 李老棍子去了小季的废品回收站 向小季赔了个不是 为了小季兄弟对不起了 当时李老哥也是一时冲动啊 为了这句话 双方共付出了九人重伤的台价 你说这值得吗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 大家又可以安心做生意了 赵鸿冰和小北京的旅馆 经过一年的良性运转 当时至少有了八万元的积蓄 继续承包旅馆是必然的 而且赵鸿冰已经和这家国营旅馆的负责人打好了招呼了 他准备把一楼改成饭店 在下次签合同的时候就把这条写进去 小北京已经开始准备装修的事了 等续签完合同他就开始装修了 临近元旦的某一天 李四来到了赵鸿冰的旅馆 鸿冰啊 现在的事情终于解决了 咱们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是啊 赵鸿冰的话不多 总是微笑着